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张凡先是拿了两片沾了血迹的书页 然后又让小千去弄两个道士沾血迹的衣服 这就是想鉴定一下 黄山上打斗的痕迹 是不是和那两个道士有关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张凡在不能确定黄山上打斗痕迹 是否和那两个道士有关的情况下 贸然去询问他们 如果这打斗痕迹和他们两人有关还好 他可以顺利获得一些相关消息 可如果和他们无关 而是其余人的 可由于这两个人太过张扬 已经引起了别人关注 或者说 这两人本就是钓鱼的鱼儿 那么张凡贸然前往便是暴露了 这对于张凡之后的行动 将会十分的不利 十多分钟后 一辆白色开美瑞停在了张凡的身旁 小千从车上下来 手里面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子 常先生 来快坐 小千坐下以后说道 东西已经拿到了 在这个袋子里 说着 把那黑色塑料袋子 递在张凡的脚边 没引起那两个人的注意吧 没有 宾馆里每天都会有人打扫 这些个沾染鲜血的衣服 都放在垃圾桶里 小千说完了 对饭店老板招了招手 老板 来一体小笼包 还有一碗鸡蛋汤 哎呀 我这都多少年没吃过早饭了 张凡笑了笑 喝下碗里面最后一口粥 对小千说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吃饭了 有什么事情 咱们电话联系 张先生 您忙 张凡伸手打了个车子 直接便去了距离黄山最近的 DNA检验中心 他把那些沾染血迹的衣服 还有有血迹的树叶 交给了检验中心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告诉张凡 最早 也得明天中午十二点 才可以出结果 做完这些 张凡便离开了检验中心 回到了他所在的酒店里 而后一头便扎进卧室 继续睡觉 一觉 便睡到下午六点 简单洗漱了一下 再次去了小千的饭店里面吃饭 他坐下以后 看着一直在热情招待的小千问道 那两个人有没有什么新情况啊 哦 我表哥说了 他们回房以后就没有再出来 吃饭什么的 都是打电话的 行 再给我弄两个 你感觉好吃的菜 很快饭才上桌 张凡边吃边喝起来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一胖一瘦两个和尚 走进了饭店里 看到这两个和尚 张凡瞳一缩 他从两人身上 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真气 两人大概三十来岁 真气实力 都是第二情第三段 两人找了个位置坐下 对付袁招了招手 张凡清晰地听到 他们点的几个菜 都是大鱼大肉的 其他听到两个和尚 点菜的食客们 也都是纷纷策目 更是有人小声地嘀咕 嗨 原来是假和尚啊 那胖和尚扫了眼众人 缓缓说道 酒肉传尝过 佛祖心中流 听到这话 张凡笑了笑 同时脑海中 也闪过了一个念头 这两个和尚跑来黄山 仅仅是为了旅游吗 吃完饭 张凡便离开饭店 走出饭店的过程里 他正好经过 那两个和尚的身旁 两人正在大块 朵银地吃着 并且 张凡听到那个胖和尚 说了一句话 这一路可是把老子给累坏了 不过这饭倒是挺好吃的 从这话里面来听 两人应该是刚刚到了泰山 在回宾馆的路上 张凡接到一个电话 是段成打过来的 喂 段老爷子 小凡啊 进展如何呀 有找到你奶奶留下的东西吗 段成开门见山地问 张凡毫无保留地 向段成说了一遍情况 那这么看来 你奶奶很可能并没有在黄山留下东西 而是整合了黄山的秘密 把秘密留给了有缘人 有这样的可能 你那边需要我帮忙吗 我现在没什么事 如果需要 我可以立刻动身过去 谢谢 不过咱人还不用 等我需要的时候 再打电话给你 随后两人寒暄两句 便把电话挂了 电话刚刚挂断 张凡手机又响了 这一回是方言打的 喂 老方啊 张先生 一个小时前 那个鸣刻着 黄山张道长字样的童元宝 发生了变化 一个神着金色道袍的虚影 忽然从童元宝里面跨出来 紧跟着 那虚影捏了一个指觉 这指觉 好像是只有第三镜 天时镜强者才可以催动的法术 是五雷轰顶法 指觉落下以后 那元宝之围瞬间电闪雷鸣 紧跟着 那金色道袍虚影口中 发出了一声爆喝 黄山之上 其中而等这些妖孽作乱 伴随着胎的一声 那金色道袍虚影 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着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我还来不及反应 那虚影就钻进了我的印堂 那一刻我痛苦万分 一下子甩到菜地 然后在地上打起滚来 据我老婆说 当时的我 双瞳呈现金色 周身金芒大声 这样的情况 足足持续了十多分钟呢 等那金色光芒从我身上退去 我有十分钟的疯癫状态 嘴部里念叨着一些个 我老婆听不懂的话 然后才恢复了神志 听到方眼这番话 张凡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现在那个童元宝是什么情况 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那童元宝现在已经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 我的身体和灵魂 也没有出现什么不适 但是我的灵魂上 沾染了一个东西 我刚才尝试 要把那个东西给去除 可我的目的不仅没有达成 还险些魂飞魄散呢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